介绍一下来自高级市的消息 曾有社区发电协会 配合到高级市政府推动老人共餐服务协会 为今年6月起起班 花甲食堂做挥甲百季老人适当 每个星期是提供老人顶点共餐服务 今天由市长头身体告定基金告白医室 市长头身体表示 目前已经选定3个9点起班 在以定年9点的方式 希望可以每个月都有9点的目标 让社区里面的高级店卫 都可以借金接受健康产业服务 市长头身体和夫人电脑官做会告定 为花甲食堂做会吃饭日当座隔白 看到市长和夫人都告定 社区时代都非常欢喜 立场王庄金销 兼欧罗市长认真打拼 市长头身体说 市长头身体说 大家都知道这些设计 老人健康 老义有所用 要健康就要运动 要出来陪大家导致 大家来互相帮忙 互相关心 如果没有也要出来危险 如果这样 身体会更健康 不然市府市长老人是当 因为社区理事长王吉祥 和理事长王庄金销的热心 正由社区比赛尾 三个市长丹尾之一 你们现在一周有三遍是吗 四遍 四遍了 有得好 如果这样就是说 大家会期待说 不要来吃一点 快乐 爽快 营养也好 这样 所以我们叫做 花甲食堂 吃肉食 这个华董 我们这个王 是想我们理事长 今天王庄金销 理事长 因为他们这是心 所以我认为PK 让我们成事半的三个单位 自己拍一张 这样好不好 好 我看 今天这样的做法 应该未来会不再成功就对了 希望大家可以健康 正由社区发电职位 以开开社区立民为总统 定时关怀社区 有需求家庭和老人 及时提供救护以及关怀 发现有很多老人 并不是经济不好 你是习惯一个人 独自生亡 我们有时 家里没人规判 一旦发现状况 没人知道 所以社区基盘 共产 要令设施 关注社区独自老人 目前 服务人数大学25人 也是跟他一起 第二个办理 发到设定的基点 新闻 我们地人数人家一期 彩虹报道 我们地人数人家一期